舞剧《琉璃之光》是在2012湖北药师佛文化节上演绎的一场大型的佛教舞台史诗剧 它以药师佛文化为主题,以药师佛修行弘法立身为主线 用艺术诠释东方药师佛的文化内涵 刘福阳饰演药师佛,佛陀头顶的发型并不是头发而是肉绩 也叫顶绩相继大人之香 传说中肉绩是由头骨隆起皮肉形如发际 并非是佛陀烫了发 这个造型化妆非常困难为保证头饰的牢固性 刘福阳头上别了50多个重重的发夹 每别一个发夹头皮都被揪得很疼 光上发夹就要花两个小时 尽管忍受身体痛苦是舞蹈演员的基本功课 刘福阳在化这个妆时却疼得掉眼泪了 更麻烦的是,这个重重的头饰是舞剧造型的重中之重 无论旋转跳跃还是做任何动作技巧 都必须保证发家不脱落头是万无一失 这给刘福阳的舞蹈表演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每次表演前化妆刘福阳都会在化妆间薰衣跟香 调节情绪酿酿平和慈悲的心态 令他记忆深刻的是 每次演出,无论演出前化妆,中场休息还是演出结束 总是有很多信众默默陪伴 他们念经,大作,顶礼,甚至流泪,恨完演出还一直不散 久久回味,陪伴 那种虔诚,刘福阳至今记忆犹新 琉璃之光的演出,是一场特殊的精神洗礼 是与佛与善的结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